HELLO 大家好,我是Stanley 下半期團隊失誤次數是五隊最少的富邦寒降 上週日一口氣發生了單場六一 形成失誤比安打還多三倍的尷尬情況 最後慘遭未犬玩瘋,真的可以用亂成一鍋粥來形容 而這個單場六一的情況是富邦接手一大六年來第二次發生 不含前生的話,他們隊史最慘就單場六一 但如果放眼到整個聯盟歷史上,這當然還不是最多的 本集影片就讓我來帶大家看看 終止過去祖舟、祖得比富邦還要大鍋的11場比賽 通通都是七一以上的等級 我們就從年代最久遠的1992年巷師大戰說起吧 那是聯盟編號第12場的賽事,兄弟在新竹組場迎戰統一 遊戲獎頭尼洛對決了本土王牌謝長亨 謝長亨是以113球玩頭9局 雖然失掉4分,但靠著隊友強大的火力掩護 拿下開梯的三連勝 尼洛則吞下了來台首敗 這場比賽的兄弟團隊出現了七死十五 打破了當時的聯盟紀錄 先發的野手包括李居民、吳復蓮還有陳其風各有意義 替補上來的吳英偉也有意義 但最慘的是先發投手尼洛 在六次的守備機會中發生了三死失誤 真的是初來乍到就讓全場像米傻眼 所以他丟掉了4分非自責 其實也沒有很冤枉就是了 不過相對並沒有因為尼洛出燈版的荒槍走版 就直接跟他解約 後來他還成為終止歷史上第一位投出五安塔比賽的羊頭 也是兄弟對死的第一場 可惜四年後改投時報英時秀入了黑鷹事件 留下一個不太光彩的結尾 第二個是兩年後又是巷屍大戰的組合 只是這次主角換成了同一時 這次發生在編號第27場 是對在台南主場推出20勝級的羊頭王翰 迎戰項隊的克力士 結果王翰只投1.2局就狂丟6分退場 協下來一台最短的先發局數 而且是連續第二場對兄弟投不滿5局 但這次主要是隊友拖累他 雖然王翰自己也有發生一次失誤 但包括二壘的林克、三壘的呂富城 有幾呂文森、再到左愛的江泰拳 四個野手加起來出現了6壘 團隊7壘也創下了同一隊史的新紀錄 不過王翰畢竟是王翰 即便開機疊疊撞撞 還是能夠很快調整好狀態 季末以2.08的ERA帶走現在首座防禦綠王 壓制力比起第一年還要更好 後來也被日職球團向重 加盟了大榮應對 但他的表現就沒有在台灣這麼好了 1994年發生的7壘還不只一場 在聯盟編號第141場 三傷虎做客同一式的比賽 又出現了瘋狂主州的情況 只是主角從統一換成了三傷虎 不同於前面兩場 這場比賽三傷虎最終是贏球的 靠著八局下2分超前 劉遺傳在9局上成功守成 讓虎隊以12比11驚險勝出 形成單場7壘 擊敗單場01的罕見情況 而這7次失誤主要集中在兩個人身上 一個是先發羊頭大帝 他自己就出現了3壘 跟尼若並列中職單場投手最多 另外一個是遊擊手林昆翰 但他雖然出現3壘 卻也繳出四安的鐵支成績 也可以算是道歉野球的標準示範 再來看到1995年又是巷師的經典組合 統一又在自家的台灣組場 發生了單場7次失誤 可是這一次失隊是贏球的那一方 這7壘全部集中在內野防區域 從捕手、一壘、二游再到三壘 人人都有失誤 連緊手套等級的羅國長 都罕見出現了單場2壘 我是非常佩服失隊的先發投手阿波里納 在隊友7壘的情況下還能夠玩頭 並帶領球隊奪勝 而且單場用了155球 這個意志力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的 加上能夠撐住不換頭也真的很厲害 接著第五場時間來到1997年 來看編號第152場的龍鷹之戰 龍隊這邊推出了羊頭卡諾特 雖然他順利吃蠻五局 卻丟掉了9分 讓時報鷹早早就拉開比分 順利12比2拿下了勝利 不過卡諾特丟掉了9分裡面 只有5分殺的則失 其餘分數是被他自己跟隊友的失誤連累所掉 比較特別是張泰山 當時還能夠守中線的二壘防區 也發生了兩次失誤 這場比賽也是龍隊從上半季到下半季 13連不勝中的第五場 好在他們季末快速整合機器直追 最終衝上龍頭 並在總冠軍賽擊敗前緣大變動的二代英 後續才建立了三連霸王朝 下一個對戰組合一樣有龍 但對手換成了中信金 是聯盟編號第291場 在金隊早期的嘉義師組場 這場比賽可以說是一場失誤大賽 好在觀眾只有662人 不然現場見證可能真的會吐血 雖然金隊以7-1寫下對時紀錄 但衛權龍同樣出現6-1 兩隊加起來13-15 改寫聯盟紀錄至今無人能破 金隊這邊的投手包括先發的何濟賢 中濟的高天啸 再到救援的馬來報 通通都有非自則分的出現 加起來掉了14分 只有6分是則師 但三位投手本身沒有任何一 失誤都集中在了內一手身上 王晨號敦補跟戰役壘都有一 守衛遊擊的羊炮百樂也有兩次 龍隊這邊的先發投手李威更悲情 主投6.2局掉9分就有3分則師 二友的盧詩青跟許勝傑拼命扯後退 加起來出現了5次的失誤 好在許勝傑自己很會打 單場猛打賞還附帶4打點 也算是有彌補掉了守備上的缺失 再來進入2000年代 將今天第七場比賽 是2003年3月22號的巷師大戰 單場7.1的又是統一師 師隊當時推出的是羊頭陸壘 結果他只投兩局就失掉3分退場 統一的失誤也集中在他退場之後 接手中繼的高隆尾、沈柏昌 合計丟到3分非自責 最終以4比8敗給了橫田九澤率領的兄弟相 而這7次失誤中有超過一半都是同一個人發生的 這是當時已經從衛犬轉隊到統一的許勝傑 單場出現4-1 甚至在第四局連續發生3次失誤 後來也被教練團換下場 想不到上場階梯的林宗毅同樣發生2次失誤 所以你說統一的遊擊是不是真的有毒啊 許勝傑後來受訪師曾說 那樣比賽是他的父母第一次到職棒賽場看他比賽 表現得過度緊張 身體甚至還出現過敏的狀況 當時下去還摔手套 真的非常自責 但這個難堪的表現反而讓他一輩子都記得 後來也更努力想要把遊擊給收好 第八場比賽又是統一遊擊有毒的案例 來到2005年牛市之戰 聯盟編號第298場 統一跟辛龍加起來發生了10次失誤 師隊7次 牛隊3次 但因為統一團隊揮出16之安打 包括三轟攻下15分 攻勢的串聯比辛龍更好 最終以15比6收下了勝利 而師隊這7次失誤 主要集中在二友的羊羊連線身上 二壘的羊森有一次 遊擊的羊東義只有3次 難怪是迷都會開玩笑說 大學長現在接驗魔宋球的能力這麼好 是因為雙羊幫他特訓出來的 再來看到2008年的金牛大戰 聯盟編號第171場 也是中信金隊史第二次單場棋異 導致他們的先發羊頭魏晶 明明只被打3隻安打 卻丟掉了3分非自責 還要承擔敗散的責任 這場比賽金隊似乎都落在2-3游 二壘的王一名、三壘維納斯 跟遊擊的陳永哲都有各兩一 比較罕見的是維納斯 畢竟他有三壘吸塵器的名號 四年中職剩下拿過兩座金手套 算是中職防守型羊炮的代表人物 順便補充一下那年金隊的守備真的很差 100場出賽發生了128次失誤 甚至比米迪亞還要多10次 也難怪他們隊上 連一個勝比敗多的先發投手都沒有 彌補的防禦率3.34 結果有12敗 放到現代我們應該要叫他問天祖組長 接著看到今天第10場 也是最後一場7-1的比賽 發生在2009年6月11號 有兄弟向在組場新莊迎戰同時 就他們團隊出現了7次失誤 讓先發的小音量寬投得非常掙扎 最後吞下了敗仗 相對的失誤集中在捕手郭一鋒 一壘彭正銘跟游擊的王盛偉身上 特別是郭一鋒 以捕手來說要出現單場3-1相當少見 中職歷史上發生不到10次 其中又以林鴻玉的4-1為最多 但只有過一次 而且當時的郭一鋒 已經是金手套跟最佳食人的雙料得主 甚至還成為經典賽國手 結果09年表現大退步 最後確定射入黑響事件 他也繳回了不法所得並認罪 遭到球團開除 那以上10場都是7-1 但在中職歷史上 單隊單場還出現過一次8-1的情況 是目前33年來唯一一次 發生在1999年4月25號的金氏大戰 有4180名觀眾到場見證 是對這邊合計四位投手登板 團隊丟掉16分輸球 但裡面只有2分是投手的自責分 剩下14分都是被野手們花掉的 只有捕手吳釗輝有2億以外 其他失誤都平均分配在各個不同人身上 所以這樣算下來 統一在中職合計11場7億以上的比賽中 佔了5場之多 年代同樣久遠的兄弟 跟中聖金只有2場 然後是衛權3上各1場 所以富邦球迷不用太回心 你們真的不是最會贏的啦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看完這麼多失誤的比賽 我心裡第一個念頭居然是 好希望可以看到前宮配贏的版本喔 這樣才會真的有在詛咒的感覺嗎? 我是史丹利 也歡迎訂閱我的副頻道 史丹利採訪生活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